这个是已经中重度的失智 那其实失智了以后要去处理它是一种消极的 但是呢我们要预防失智是很简单 就像胰脏 你要保养胰脏很简单 一天花三五分钟 我们把脊椎这边把它抽热 每一天三五三分钟就好了 这辈子不会得胰脏癌 但如果呢我们不懂的话 你懒斗的话 得到胰脏癌 它是最难治疗的一种癌症 那我们要谈到了所谓的这种失智啊 人痴呆啊 八经生失症啊 那这个要预防 我们要讲的 以前有人讲过头痛一脚 比如说头痛可以从大拇指一按 它可以把痛导引掉 那我们呢 现在人为什么会失智 第一个下脚寒 第二个我们走路太少 那走路太少 要怎么样的来 让我们可以走路少 要怎么用一天做几分钟 可以保健 让你这辈子不容易得 这个失智症 八经生失症 那我们要从脚底 脚底我们要 有没有看到 垫脚 如果你能垫脚 你不要小看这个垫脚 这样的垫脚连至窗 垫至窗 垫脚 你这样垫脚 用脚尖站着 你能站多久 你只要常常这样垫脚 你就可以预防了 再来我们在家里 常常拉筋 就是比如说 那个楼梯啊 就踩这样 我在做电弧梯的时候 我就踩一点点 然后后脚跟往下压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的脚 保养是在脑部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按脑部 脑部也需要 但是脚很重要 这个就是预防最简单的 最重要的 不要喝冰水 养生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做不到 比如说早睡 多喝得开水 然后每一天让他流汗 这个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但是这样的观念 知不知道呢 我一直在演讲 每一天演讲的人那么多 但是调查出来 有一半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 含跟饮料 对人体 对疾病最大的伤害 这是现在人 需要教育的地方 所以预防 很多慢性病 都很简单的 OK 你们看 蛮卖的手 这次是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